韓國瑜 歡迎起來 歡迎韓國瑜 國珍市那個男人回來了 前高雄市長韓國瑜 晚間現身高雄浮選 現場起海飄揚 支持著情緒激昂 好久不見 一上台高喊好久不見 韓國瑜啟動全台服選 第一站獻給已故議長 許崑源的女兒許彩珍 韓國瑜和許崑源過去好交情 現在許彩珍代付出征 韓國瑜也一口答應 親自替他站台 晚間許彩珍競選總部成立大會 就臨前韓市府團隊成員 也通通大集合 儘管被罷免後 陳前兩年多 但韓國瑜一上台 又展現韓式幽默 如果陳其邁連任 當天晚上全高雄就會講 我早就跟你說 今天絕對條的 然後第二天11月27號 全高雄沒有人在討論 本隊就贏得進雄 但是11月27號 柯智恩贏了 整個高雄全部炸鍋 大家說對不對 對 韓國瑜合體自家市長參選人 柯智恩 不過在台上這一問 倒讓柯智恩顯得有點尷尬 我要跟柯智恩教授 柯智恩博士反映一下 他跟我切割愛情摩天輪的 你太小看愛情摩天輪 如果發展愛情產業鏈 每一個台灣結婚的都想來愛河拍一張照片 愛情摩天輪上繁榮我們的婚紗禮服 看得出愛情產業鏈讓韓國瑜真的很在意 藍營想借韓流再衝一波 韓國瑜近期也付出動作頻頻 國慶日重回高雄服選 儘管盡量不想搶了主角風采 但以現身還是成為全場焦點 韓國瑜昨天在這個造勢場合上 真的是中氣十足 所以今天這個高雄市長陳其邁 他們兩位也是曾經的對手 陳其邁就說 看到韓市長氣色非常好 精神抖擞 中氣十足 歡迎他們多回來高雄 怕怕怕的 陳其邁態度是非常大方 這邊這個選情 到底接下來會怎麼樣走上 要請教昆程議員 因為真的啦 因為高雄的選情 有時候人家會覺得陳其邁的問 所以好像感覺我們在討論上 高雄的部分比較淡一點 新聞上也少了一點 可是韓國瑜回來了 你看光是一回來 愛情摩天輪又是一個梗 八點檔又是另外一句 大家都在討論 民進黨怎麼看 現在這個韓流會不會帶來 第二次對於民進黨的威脅呢 其實韓國瑜真的是金句連發 其實我昨天看他那一段新聞 就覺得說 那個那個男人的確有他的一套 為什麼在2018年 能夠宣起這個韓流 真的是有他這個能言善道的一套 所以他講說 這個其實如果這個陳其邁贏 大家覺得理所當然 那就是隔天11月27日 沒有人在討論說 高雄市市長陳其邁當選 因為是大家都預期的到了 但是如果柯智仁 哇他是說大家會開始談 怎麼談到聖誕節 談到明年的端午節都還在談 那是有點誇張 可是你就會讓下面的支持者覺得很嗨 你看這個韓國瑜回來了 講的話很有趣 很會吵氣 對 其實我覺得就柯智仁來講 雖然他被韓國瑜酸 就是說你跟我的愛情摩托人做切割 然後還在他的前面 柯智仁 柯博士在他博士面前講說 我跟你講這個愛情摩托人是有他的一個背後一套產業鏈的發展 對 不要小看這個愛情摩托人 那這柯智仁他只能乖乖地聽在在站在旁邊聽訊嘛 對不對 那這整個場子其實就是韓國瑜的 那當然他是對這個已故的這個前議長 許坤源的女兒來站臺 我老實講 我看到那個場面 其實人是真的蠻多的 然後大家感覺是蠻嗨的 商親是很熱情的 對對對 這個比柯智仁之前說他什麼造勢的活動 我覺得都還要在熱情 所以表示說韓國瑜的確在高雄 還是有他那個韓粉 還是有他的熱情在 有他影響力 那對柯智仁來講 那雖然說昨天這個被韓國瑜酸 那我是認為說 那被酸也沒有辦法 因為你現在就是高雄的選情很忍 那很忍 大家也不知道你柯智仁是誰 那所以至少這個韓國瑜回來 把這個選情稍微炒熱一下 大家還會稍微關注一下 這個高雄的選情 那雖然大家可能回去之後 還是不知道說 今天是幫比如說許坤源的女兒站台 今天韓國瑜有來 那可能忘了旁邊站著柯智仁 也有可能因為 因為主角是韓國瑜 主角是韓國瑜 就幫他女兒站台 大家忘了 還是可能還是會忘掉柯智仁 柯智仁他就是一個學者 然後就站在那邊 人家老鼠人 很像是一個隱形的一個參選者 那所以說 這當然對於韓國瑜來講 他是想要為他自己的付出 開始在加溫 就除了在他說說這個高雄的付選是第一站 接下來他可能在桃園 好像會跟這個朱立倫 然後張善政 還要跟那個侯友宜同台 他就會開始在這個全國這個走算 那他好像目前也是國民黨的這個助選團的副團長 對 很重要的 所以他也在試水溫 那據說他的這個個人的年曆 這個也是賣得相當好 他很自豪 他說他以前念書都 人氣第一名 以前念書沒有拿過第一名 但是這個年曆 賣到第一名 所以他有他的魅力讚 這其實我也蠻歡迎 這個這個韓國瑜來到新北市 來跟這個侯友宜來助選一下 這兩個人其實是是有對比的 那當然因為2020年 韓國瑜選總統的時候 這個侯友宜是跟他做切割的 那就是說只要他來新北的場 那這個侯友宜能離多遠就多遠 他就站在一起 這個臉看起來也臭臭 那這兩個性格不太一樣 我覺得這兩個是這個毛與盾的代表 這個毛就是像這一個韓國瑜 金句不斷一直往前衝 然後也有他的這個魅力在 這個是蠻厲害的一個毛 他的盾就是指這個侯友宜 他就是一直防守 好好做事 把握當下 很怕失分 對對對 就很怕講錯話失分 所以他是蠻強的一個盾 所以我也蠻想看最強的毛 跟這個最強的盾 國民黨裡面的兩個這個PK的話 到底會是怎麼樣 當然他們未來在明年的2024 國民黨的總統初選 就會矛盾就會出現 當然韓國瑜他已經選 代表國民黨選總統 他不再可能會再參選總統 但是他有可能成為一個 KINMAKER 他就是說他的身量高 那他有如果有 他的這一個韓粉都還在 那他未來這國民黨的初選 他是站在誰的旁邊 他支持誰 對 或許對朱立倫來講 雖然以前2020 他們兩個是這個競爭者 但是對朱立倫來講 這個敵人的敵人 就算是朋友啊 因為他跟侯友宇算是敵人嘛 所以他可以理他來 拉攏這個韓國瑜 拉攏韓國瑜 然後這個對抗侯友宇也輸不定 所以韓國瑜他是一個活旗 就是未來要選總統的人 可能都需要他的支持 所以他就藉由這個選舉 不斷地來為他自己增加這個籌碼 至於柯智恩 他是不會理他了 光是那個切割 他就講得很酸了 他只是利用這個場合 把自己的籌碼不斷地墊高 然後希望在2024的 國民黨的這個黨內的初選 總統大選的這一個局裡面 自己有自己的一個角色跟定位 對 這個柯智恩感覺起來 他的處境也是滿為難的 這個明佑閣 剛才我們聽到議員有講 朱立倫他自己有組了一個 這個國民黨的大咖助選團 也是他把韓國瑜請出來 給他一個副團長這樣的頭銜 所以接下來韓國瑜很有可能 是會全台服選走透透的 那我們就想問 這種策略到底是什麼 韓國瑜他當然可以鞏固深藍那一塊 可是問題是中間的選民 會青睞這樣子韓國瑜的助選 這樣子的形式嗎 我覺得韓國瑜的效應早就過了 因為我覺得韓粉 或者是很多韓國瑜的支持者 他會跟旋風跟著那一段旋風 為什麼跟那一段旋風呢 因為那是國民黨士氣最低落的時候嘛 吳敦義當主席之後 那整個國民黨大敗 然後整個士氣最低落 也因為韓國瑜他的金句或者他個人特質 跟國民黨傳統不一樣 異於常人跟政治人物又感覺不一樣 所以他帶起了一股旋風 可是你當你冷靜去思考之後 愛用力忍消耍那種感覺 隨便講一講 然後講一些有的沒的 你看他在幫柯智恩的時候 照理說你應該說柯智恩有什麼特質 比如說是劉美回來的 對於心理學對於兒童對於婦女 有什麼貢獻 沒有他就告訴你說 如果陳其邁當選隔天就怎麼樣 柯智恩當選可以延續到怎麼樣 他說的是劉美你聽不懂嗎 我也知道陳其邁當選 有可能就職典禮縮小 陳其邁當選有可能不會放煙火 陳其邁當選不會像你又找歌星去唱歌 因為我很清楚他連任他就是這樣嘛 不然你要他幹嘛 所以高雄市民有腦袋的應該就很清楚 他在講什麼 你說的叫做緋位嘛 所以柯智恩就算當選 你覺得柯智恩會真的撒到說 這個愛情產業戀繼續做嗎 可是韓國瑜的目的在什麼 他不是要你去支持柯智恩 他要你去支持我韓國瑜 我還在高雄是我的地盤 他是為了自己啊 對啊 他一定是要墊高自己的一個基礎嘛 所以你接下來你可以看到喔 全台府選 朱立倫現在是處於什麼狀態 各位去想 他去到哪裡都叫我媽啊 他就要去廟裡輔算 謝鋒武漢又說 你不要來好不好 我給你拜託 我給總統一位很生氣喔 你不要來 不然你叫韓國瑜來好了 可能帶的效應還比較好 你看 謝鋒武漢連月找馬英九來 朱立倫最好 謝浮宏啦 謝浮宏 我連月找馬英九來 我也不要找你朱立倫來啊 因為朱立倫跟當時的吳敦義 其實狀況是差不多 都是認為說我可以為國民黨改革帶來希望 所以出來當黨主席當選之後 國民黨越落差 所以找了一個可以凸顯他個人特質 把國民黨選期分為在短短這四十幾天的時候 把他帶動起來 感覺上他好像很有希望是一個輔選的一個角色 可是韓國瑜真的在輔選嗎 各位你覺得韓國瑜成績這麼久他在幹嘛 他因為這麼甘於寂寞嗎 我覺得未必 我覺得他為了這一場選舉 他一定會想辦法帶動第二波韓流 但是這第二波韓流人不用多 一樣對國民黨有很大的影響 我要是侯友宜啊 我的總部成立啊 我誰都不要 我就找韓國瑜來 因為議員剛才說了 毛雨頓的差別我就找他來 我探子跟凸子再次合體 新北市民有很多人對 侯友宜有相當大的質疑耶 大家認為說你過去對國民黨好像很不重啊 你跟民進黨很愛罵啊 所以你把韓國瑜找來 那過去我們信念那些人 覺得對國民黨不賣的人會說 唉唷 他終於跟韓國瑜合體了 他是屬於我們這一派的 那你就合在一起了嘛 所以我跟你說啦 韓國瑜他的效應呢 或許我們看起來很像笑話 可是在有一些社群裡面 有一些因為我在經營社群 我很清楚 在一些深藍的社群裡面 誰都不要 國民黨的社群都這樣喔 誰都不要 你就給我韓國瑜 其他我都不要 你找誰來我都不要 我就是支持韓國瑜 還有一群這樣子的人存在喔 可是你不要忘記 韓國瑜選了五百多萬票 對國民黨來說 某一方面他也比朱立倫還要強 他的票是比朱立倫還要多的嘛 所以你大概可以理解說 國民黨裡面 他們大概就會去計算說 什麼時候讓他出場 對我自己的未來是有幫助 你不要忘記喔 韓國瑜託採越多 講的笑話越好笑 朱立倫就越有機會選總統耶 所以這一些都在算計之中啦 那韓國瑜也想奠定他的高度 過去你看 不管是龍舍啦 不管是很多的買賣房子的事情啦 或者貴婦團的事情啦 我們打得粒粒粒粒 他們還出來的時候這些事情 雲淡風輕 你都檢視過了 未來國民黨在今年年底 如果選情不好 那韓國瑜是不是能逆風再起 這就很難說了喔 所以大家都在等待時機 我認為韓國瑜這場旋風 不會這樣子就停止了 剛才很多來賓大家都在猜 到底韓國瑜會不會來新北 跟侯友宜市長合體呢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就來看新北市的喉嚨大戰 這幾天真的也是越打越精彩了 休息之後馬上回來